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APPBOG的頻道 我是Anthony 今天我們又來介紹ISDD的產品 記得來開始之前點讚、分享、留言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希望我們的片段在幫你選購或選擇產品的時候 對產品會更加深的認識、了解後才按鍵 希望我可以幫到你 今天就介紹ISDD 之前也有說過ISDD是一個電池充電器的專家 三大主力產品 第一類就是攝影用 給相機充電 包括Sony相機、Canon相機的充電器 第二款就是我們的智能電話、智能手錶 那些充電、尿袋、無線充電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或YouTube頻道去看 也有介紹的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些電芯充電器 ISDD最有名的是一個長方的 叫N8充電器 它一次過充到8顆3A或2A電 它除了N8之外 其實它有N16的 可以一次過充到16顆 但是太多了 攝影師覺得太大、太長 最好賣的通常都是N8 N8已經開到第二代 第二代可以充到8顆之餘 亦是用Type-C充電 所以一樣是快的 而且是方便的 周圍用尿袋也可以 所以很多攝影師都會喜歡用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 它都有現貨 不過今天介紹的就是C4 我手上拿著這個就是第一代的C4 相對來說比較大 有一個很漂亮的彩螢幕在上面 電池倉就在下面 它同樣可以充到18650 26650等等一些大的電 以及正常常用的 比較普通的2A、3A都可以充到 這個我用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它充得快 而且很清晰 一目瞭然看得完裡面的資料 但唯一我覺得很麻煩 我帶不到外面 就是因為它會忍著一個火牛 可能大家用不同牌子的充電器 你都會發現 其實它總是會有大大塊 或是有一個火牛 就不是方便拿出去 更加不會拿出去 因為那個火牛 我記得跟這個機器一半那麼大 就是二分一那麼大 又很重 所以就很不方便 但是近年 廠就出了這個進化版 這個舊版就沒有了 它現在就出了一個叫做C42F 以及C4Air C42F 就跟這個差不多 也是這麼大塊 方便你家裡用 但是今天我主題的就是講這個C4Air 這個C4Air 你看到沒有螢幕的 不用擔心 稍後會解釋給你們聽 但是它一個機器已經充過很多東西 大家看到它的電磁艙 其實它可以充到最常見的2A 3A 跟著18650 大家如果去露營 去玩電筒等等的設備 18650大家一定會很熟 就算大家不知道是什麼來 可能大家有個巴椒線 現在天口口不慶 經常拿著風扇出去 裡面的那顆就是18650 比我們平時的2A 3A大一點 它都可以充到的 它的賣點就是它的細部 當然 第二就是它有三個特別 就是它這個艙裡的電池 全部都是獨立充的 就不會輪流去充 每一次都可以獨立一個一個去充 不會交叉充 亦都不會互相干擾 亦都不會分時間 因為以前有些充電器 充完一顆才一顆 又會看看哪一顆 少點電才充到那顆 它就不會的 它每一顆都是獨立充的 所以它是獨立的channel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賣點之一 第二就是它是用Type-C 支援快充 少許數據方面 就是廠提供 如果它是打直充的時候 即是差1650 或者16650至26700 這個範圍裡面的電池也好 當它是直立充的時候 它是有4A的 而如果它是用2A或者3A的電池 它就是用2A這樣充進去 這個是最大充電的電流 當然會視乎你的插數的按鈕 但一般來說它都是支援快充 當然 ISDT出名就是七大保護 即是過流、過放、過充、過熱等等 那一系列的保護性 基本上它是專利 每一個充電器都會有這個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充到很熱、充到很爛等等的情況 因為它這個 這個倉 其實這個牌子都拿了很多專利 這個設計也是拿了專利 所以一部機可以充的電池 基本上都差不多接近20種電池 所以你買1、2個在家裡就很夠利用了 我們不如馬上看近鏡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包裝盒不是很大 4A急速充電 快充 它有多重保護 USB-C的注入 有散熱 可以用手機的 待會我們會再說 你看到後面也有說 打直打橫都可以用得到 打開之後是怎樣呢 其實實物懸大 大家近鏡就能看到 打橫是2A、3A 接著以操作 打直上面 16650 hub-6700 hub-4A 電池都支援到 剛才說過這裡有一個風扇 這個Type-C 它平時不是全程穿的 如果發現過熱的時候它會自動穿 也不算很吵 它標榨它是正音的 看到了這裡有5-12 接著有電池的種類 等等的資料都在後面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可以進入 這支電池大家都有用開的 大家都有看過很多師兄都會用這個 打橫進去 就是這樣 打橫進去就是這樣 一插進去 一插著它 它就會自己響 它認到一粒電池 它就會開啟 現在就開始充電了 你看到它大概一秒斬兩下 就是正常充電 如果它是全開啟 就是已經充電完畢了 這個就是這樣 另外我們也有介紹過 好了其實有一類電 這個其實我也在這裡做廣告 介紹一下 在現時傢修買的 香港現時傢修都可以買的 這個不是很貴的 有2450mAh 其實很夠用的 不一定用來拍照 可能家裡的玩具 遙控等等都可以用這個 我都強力推薦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 攝影友都有用這個 它都有2A 還有有3A 價錢不貴 性能又不錯 其實也真心推薦給大家 多一個選擇 這個就是 當我脫掉出來 這樣 然後這樣 打橫 下面這裡 就是用來充3A電 所以也是很方便的 至於 18650這些怎麼做呢 就是這樣 剛才我說過 這個舊款的 打橫插1650 是沒有問題的 對回正負極 一般的1650 放進去 但是NICOR那個 是放不到的 因為 兩者 近一點 是差一點 大家看到這裡 差一點 差一點 放不下去 那時候還很失望 現在有一個C4 Air 因為它現在這裡 是靈活一點 因為它給你用不同的電 所以 如果你用NICOR的電 放進去都可以充足 放進去之後 等一會 等它detect到之後 它就會開始充足 好 現在介紹一下Apps ISD LINK 這個Apps裡面 其實它可以支援很多不同的 它旗下的充電產品 大家在畫面上都可以看到 它分別可以 我們之前也有些介紹過的 譬如說 給Canon充的充電器 或者我們的BP40 那個尿袋 等等 因為你連接過 它就會有記錄在這裡 今天主要是講C4 只要你開了藍牙之後 它就可以找到 其實你會看到 它現在已經處了一個 Standby的狀態 按進去 你現在還沒有放任何電 它就不知道 但是它可以 是可以更新Firmware 就像現在這樣 它都會介紹 可以有更新 所以 無時謂刻都可以更新 保持你的Firmware 所以它已經在最佳的狀態 好了 它現在已經更新了 最新的Firmware 我們現在 再馬上連結它 讓大家看看 如果它安裝了 EA的時候 其實現在 它應該會馬上 已經解錄到 看到嗎 已經逐顆 當然它要少許時間 去解錄到它 它已經 每一顆都在檢查 全部都是獨立頻道 有四個 它按進去的時候 它都可以看到 它的資料 譬如說 它當然 設定在Auto最好 它可以選擇 它是什麼類型的電池 或者它自動感應都可以 是的 數據上面可以看到 它是差了多久 現在是用什麼狀態 全部都可以看到 好了 或者如果我隨意 將一顆拔起 然後 再換上另外一顆 都沒有問題 它都會完全detect到 然後感應到 它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 有時候 手快快 擺錯了的時候 它是 有一個 功能 令到你不會入錯 就算入錯了 也不用擔心 正常 這邊是正極 這邊是負 對嗎 我這次試一下 做給大家看 如果把它反轉 它是充不了電的 因為它是頂住了 電 會很容易 彈上來 它自己是不會過電的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我反轉了叉 會不會 弄爆部機 或者弄到電池 就不需要擔心 這個是反轉再叉 因為設計上 它是過不了電的 同樣 3A也是 我現在刻意把它調轉 基本上是按下去的 它這個 是叫做物理性的 我現在試一下 用另外一種電路 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1650 剛才也有介紹過 兩塊 同時放進去 你看到它的介面 即時都轉了 你看到它在用什麼電路 多少W 它在充滿它 對 還有差了多少 就是同樣 就是當它按不同的時候 它就會看到它的 它是用充滿的資料 對 出來了 有多少 差了多少個MAH 多少個輸入 最大電容輸入 對 全部資訊都在這裡 這個也是一樣的 如果 剛才說的 剛才說的是物理性 這個是另外一個 如果我萬一把它反轉了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它即時會說 電池調轉了 它會馬上通知你 所以這個就不需要擔心 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放好 它的位置 一樣可以繼續充滿 如果你覺得 聲音太大聲 這個就可以關掉它 但通常都會建議 開著它 讓它知道 萬一它充滿了 它就會響 然後通知你 我已經充滿了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塊電 左邊這個 是比較多的 或者我換另一塊 都可以馬上檢查到 有時候 現在這麼熱 拿出來的時候 充電多了 一兩顆 萬一沒有電的時候 都可以馬上提換 而且它充滿的時間 絕對讓你這樣 刺這個來充滿 是絕對快很多 好了 看完近鏡的介紹 希望你對這個充滿了解 不知道你覺得它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很方便 拿出來 無論在家裡 也很方便 尤其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用八招線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一顆電池很快會打散 可能它多差兩顆電池 拿出來都以備時之需 記得 如果有興趣 對C4Air 或者其他型號的 ISDT產品 有興趣 可以去我們的 Artboard的網站 看看 我們全部都有貨 或者 你去HATV Mall買東西 也可以去HATV Mall 搜尋我們 Artboard Online 也可以找到我們 至於我剛才介紹的 這個電池 抱歉 我就不能買 大家去IKEA 就應該有了 IKEA的價錢 我在他們官方網站找的 EA 不是 EA EA EA有兩款 我手頭上這款 是245MH的EA電 大概是$80有找 $79.9 而它小電 750MH的3A電 就$57.9 就$50-60 其實很划算 當然 這個 不是跟它賣廣告 純粹是 誠意推介 因為很多 我身邊有幾個攝影玩家 都是用它 覺得值得 性價比高 記住 臨走之前 點讚、分享、留言 多多支持我們 快點去買吧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說過 拜拜